各位先進,大家好 我姓陳,我今天很榮幸代表世盟科技 我們世盟主要是代理CST CST顧名思義就是Computer Simulation Technology 那我們主要是做一些模擬的東西 那我會先講一下5G的一些機遇跟一些挑戰 針對這種EM模擬方面呢 像包含天線陣列的模擬還有MIMO這種空間分級的應用 後面我會放一些類似像如何用CST來去做 從element到天線陣列 再從原件的level再做到整個系統 那現在大家都知道 我們現在的頻寬要求是越來越高 那所以舊的3G、4G 3G GHz以下的頻段是有越用值 所以呢我們現在已經拓展到28G以上的5G 第五代行動通訊 那第五代行動通訊呢 它會有兩個最大的問題 第一個就是我們在物理條件上面 在高頻的地方它的損耗會非常高 那我們在應用上面呢 它因為有多重路徑的關係 所以它也會 因為波長的短 所以它也會造成這種很敏感 針對這種落路徑的損耗 右上方這個圖呢 基本上X軸是我們的頻率 Y軸是我們的損耗 那它是我們目前空氣的損耗數據 那我們應用大概在28G跟39G 那64到71G是我們的onlicense的頻段 那什麼叫做millimeter wave millimeter wave millimeter wave 顧名思義 就是我傳遞的波長 是在10millimeter到1millimeter之間 那相對應到我們的頻率 是30G到300G 那我們會有兩個特性 millimeter wave 有兩個特性 第一個是因為 Path Lose比較高 所以呢我們的波長比較短的情況下 它傳遞的距離就會更短 那因為波長頻率高波長短 所以我的天線尺寸也會變小 那我們一直天線的狀況下 可能你沒辦法去處理掉更高的頻率頻寬 所以我們必須得要用更多的天線 那我們在天線上面呢 基本上用的就叫做天線正面 好 根據我們的相同理論 那通訊系統裡面來講呢 我們的Channel Capacity 是跟有效帶寬還有訊杂比有關 那按照通訊來講 我們現在5G因為頻率比較高 所以呢我們的有效帶寬自然而然就會增高 那我們的Channel Capacity也會提高 那Data Rate也會提高 這是For通訊的概念 就天線而言呢 我們因為應用到天線的正列 跟我們的傳播模態 好 右上方這張圖 是我們正列的一個Pattern 那中心的這個Main Beam呢 比較高 所以我們的訊號呢 基本上就會比較強 那旁邊的Side Loaf比較小 所以基本上我們的雜訊也可以 好 縮小 所以基本上 天線的部分是提高SMD 那通訊理論的話是提高有效帶寬 那根據國際電信聯盟 它定了三個標準 第一個標準叫做Enhanced Mobile Broadband 這種是增強型的通訊帶寬 那它需要傳輸多高呢 基本上是每秒要10Gbps 再來一個系統是MMTC 海量的通訊 海量的通訊連接就是俗稱的物聯網 物聯網最起碼在1平方公里內 要100萬台的連接數量 那還有一個是UILLC UILLC就是極高的可靠度跟極低的延時 那什麼叫做極高的可靠度 就是要99.999 5.9的可靠度 那極低延時是1毫秒 這是我們的標準 那左上方這張圖呢 淺綠色是我們的4G LTE 針對這8個KPI 8個專家指標的數據值 那深綠色呢 基本上是我們5G的一個標準值 左下方這張圖呢 淺綠色是ENMB 對不對 在6個KPI上面 它有達需要那麼高的參數 那藍色跟黃色就是我剛剛講的MTC跟UILLC 那基本上看起來我們5G的通訊的速度 基本上都會大於4G 10倍以上 那5G呢 早期我們2G、3G、4G 基本上都是會向下Cover 就是我的系統是不斷的按照舊的系統去更新 那5G呢我們叫做NR Band 什麼叫NR Band New Radio 它意思是我們會同時這兩個系統會共存 那它Cover的頻寬呢大概從1G到100G 那5G的NR Band呢分FR1跟FR2 FR1呢從N1到N86 到N85 那基本上覆蓋了 基本上覆蓋了我們現在的4G所有的平帶 那N77、N78、N79 是新增出來的3G到4G的平帶 那FR2呢 N257、N258、N260跟N261 是我們開出來在28、N39G的平帶 還有64到71是Unlysis 目前來講 預計明年標準會定出來 那世界各國已經開始在著手在 做這個license的準備 那這個是從6G開始切割 FR1在6G以下 我們叫SUV6G 那6G以上就是毫米波的部分 那我們這個都是販值啊 28GHz是從24.25到29.5 那3G的話是37到40 那39G 我們剛剛的應用場景 在我們空曠的地方呢 我剛剛講的它是屬於不同系統 它會做一個切入的動作 就是5G的SUV6G跟4G的LT 做一個系統的切換 那在我們都會區人口密集的地方呢 我們是三個系統 SUV6G、4G跟Wi-Fi 做這種增強型的切換方式 那在我們家裡的狀況 它的固定定點連結 現在目前是用毫米波 這是未來的運用場景 好 那為什麼我們需要用到simulation 因為我們一開始我們在做創新 我們會從concept開始產生 它這個產生的時候 我們手上什麼東西都沒有 我們怎麼知道idea可行 我們會先做simulation的模式 在這個階段做simulation建模 包含說各種演算法 然後再做一個後處理 再做population出來 那這個simulation的好處就是 可以在你什麼都沒有 idea剛萌發的時候 就可以去做這樣子的模擬評估 那再加上5G毫米波的天線 一個element已經小到3乘2.5mm 這麼小 那我可能要做不止一個嘛 我剛剛說了 高頻的狀況下你要不止一個 你做到這種大型的陣列 再做到整個系統 你還要考量很多東西 比方說像model 我現在做成系統級的 我要考量我整個系統 跟它更小的內容 比方說它的casing不同的材料 所以它是很複雜的一個結構 CST呢 針對不同的解算法 因為CST我們相信 只要是你是跑em 沒有任何一種獨立的演算法 可以解決你所有的em問題 所以CST裡面至少有四種 基本的演算法 那它帶了有二十幾種特殊解 就是可以讓你更快速的跑模擬 那第一種就是我們的核心 Ti-Domain的Ti-Solver 它可以用六面體的方式 做Cell的切割 那Franquist呢 它用的是四面體的切割法 高頻大物件呢 它是用表面切割 我們在Cell切割的時候 有兩個technology 一個叫做TST 薄片的技術 它可以在一個Cell裡面呢 至少有兩種材料以上 它可以提升你的速度跟效率 它還有叫做PBA 它可以完美近視你的這種 類似像我們的圓弧R角 早期EM的軟件 對這種圖形處理沒有那麼強大 再加上我們的電波式 先從原點 我們的Source源 開始從幾個點去計算 再由這幾個點去推 下面幾個點 要不斷的去拓展 所以我們早期的軟件 基本上是做成這種階梯狀 所以你計算起來 你不會那麼漂亮 也不會那麼完整 那你甚至Import 你這些圖檔 可能你要跑模擬 也沒辦法跑得出來 正確結果 那下面就是秀一些 我們的案例實例 天線怎麼跑 還可以看 它內部的廠的分析 好 那我們現在的標準呢 要求越來越高 從12dB要增加到25dB 那我們的效率就很重要 再來我們需要用一個空間覆蓋的模式 但是我們不能犧牲掉我們的爭議 那我們也可以運用到MIMO天線的這種空間分級的方式 可以提升我們的傳輸的data rate 那所以在模擬方面呢 會出現一個問題就是 它需要更高頻的時候 它的整個陣列的拓幅 它會是非常一個挑戰 這是小陣列到一個大陣列的一個範圍 小陣列的時候呢 我們每一個element都要去做模擬評估 那CST可以提供你 二十幾個POR都可以同時激發 這一個是我們的社POR的同時激發的一個內容 我們可以在這邊的excitationlist裡面可以去增加 那我們跑出來的結果 長得是這樣 我們希望我們的場景是這樣 我們可以運用我們的最佳化後處理的功能 可以增加你某一個參數的權重 可以讓你得到的結果會變成是這樣 你不用再另外再跑3D的模擬 你可以直接用後處理就處理 那我們天線剛剛跑完了 我們可以放在這個中間 我們可以運用我們的Design Studio 它會有一些分析的block 還有你其他的一些像 Match Match的元件啊 這些東西 你可以再做後處理的方式 在Design Studio裡面 裡面可以直接去做一個模擬 模擬完之後它可以直接更新 我們剛剛講到了 我們從一個element 我們element也可以從單一的element 去直接模擬一個無限大的一個陣列 那它還可以考量到我們的邊緣的影響 還有一些物理的結構 左下方呢 這個就是我們射完一個天線element 然後射boundary的時候 它會出現這個紫色框 boundary呢它會自動射3米的距離 為什麼是3米 你們可以在外面問SGS的攤位 它會教你量測就是3米 那3米自動射完之後呢 你可以看到它邊緣的場流 長這樣 那也可以在這個框裡面呢 看得到它的原廠的長型圖 這個是我們剛剛講到的 5×5綠色線是5×5的一個陣列 藍色線是15×15 紅色線是25×25 那黑色線呢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用單一的element 然後模擬成一個無限大的陣列 可以得到類似像25×25的陣列 一樣的相似的一個長 那我們剛剛講完了 同樣一個頻段 同樣一個element 我天線放在一起 會產生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就是 當我們的Base Station 我們的基地台 基本上都是放置在水平面上 水平面上的時候 我們在傳遞的過程中呢 會因為反射的關係 造成它的激化變化 那同樣的頻段 同樣的結症 結折疊在一起呢 基本上都會產生這種 我們叫Ready Fading 那像這種損耗呢 那我們建議會用MIMO這樣的天線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MIMO天線的示意圖 我一個天線呢 一個基子我有兩支天線 放在不同的位置 就會產生不同的激化 那因為不同的激化 我可能有一支天線 比方說我手去抓它的時候 Altina2被擋住了 那我Altina1 它也可以做輻射 所以這是MIMO的一個好處 這是我們在CST上面的應用 在我們的系統裡面呢 我們可以直接模擬兩支天線 那這模擬出來的結果 基本上不好看 那我們可以用Design Studio 做這個Machine比配 所以我們可以得到 這兩支天線 斜震都很深 低於大概-40以下 那它的S21跟S12 我們這個叫做干擾 兩支互相干擾的狀況是低於-20db 這是它的場景 好我們現在有一些案例 我們從MIMO到ArrayDesign 怎麼去實現 然後再看一下 我們原件的Label 跟我們整個系統Label的Performance 我們運用我們CST裡面 有一個專業的天線模組 叫做AltinaMax AltinaMax AltinaMax總共有342個天線模組 你可以從中去選 那我們現在選一個正列天線的Element 我們設定它的操作頻率28G Pole的Ohm 我們設定在50Ohm 然後我們可以設它的材質 跟它的接電常數 它就可以自動跑出 我們現在一個Element 需要的一個長寬高的尺寸 好我可以在AltinaMax裡面 先預作跑它的模擬 去看我是不是我要的場景圖 跟我的斜正點 那我再把它放回到我的Microwave Studio裡面 去跑它的實際的EM模擬出來的結果 我們看到大概在26點多G 我們要的是28 所以呢我們可以運用一個最佳化 最佳化的設定 然後取我的天線長度的權重 讓它改 它可以抓到到28G 斜正 這是它的場景 我們從一個Element 跑完模擬之後呢 我們可以再回到AltinaMax 去做這個正列 我們做一個3x3的正列 也可以設定它的產型圖 長的形狀 那這個是它預跑出來的綜合的結果 做完之後呢 把它拉到我的Desert Studio裡面 我們有可以去建構一個3x3的Full Array的正列 這個就是它跑出來的場景圖 那這是它剛剛預跑的一個場景圖 都可以比較match 那我們可以用後處理的功能 先看一下它的3D跟2D 我們可以看它的邊緣的場景是不是一致 然後也可以看它水平面 θ 方向θ等於10度45度 跟85度的整個場景圖 那也可以用θ等於0 5等於0 還有θ等於15 5等於30 這兩個場景圖結合在一起 長得可以長怎樣 那通常我們剛剛講到冰封明 冰封明很重要 我們也可以內建冰封明的參數 讓你設定哪一個元件 amplify跟它的face 現在我們把它集成起來 我們剛剛已經跑完一個 Altena 3x3的正列了 我可以複製成兩個 然後再加上我的手機的model 可以用這些參數化的方式放進去 參數化 這些都是參數化的設定 放進來之後呢 我現在手機跟天線結合在一起 我天線要放哪個位置 我隨時可以用我的modeling的方式去移動 去旋轉去定位 做完之後呢 我剛剛用的是 我們的解算法 我們現在可以用整機的方式 它可以有四支天線 這是我的28G的正列 這是GPS 然後下面是我的5屏 這個是Wi-Fi 那我可以用titleman 來去跑這整機的系統 我剛剛講的嘛 它挑戰在哪裡 挑戰在整機 我們整個系統級的去平的時候 你可能速度會很久 你可能速度會很久 但是我們用這種 NVIDIA CAPER20的GPU 大概3.5分鐘 可以跑出1萬1千024萬的cell 那用的memory大概是3.48G 那這是它跑出來的廠型 正面跟反面的廠型 都是球體都很完整 正常來說 正常來說 我們GPS 本身它的頻段在1.5G 它是不會干擾到28G 但是它輻射廠型的角度 基本上 就會影響到 那我們在 CST裡面呢 它提供了 CTI的人頭手 很奇怪齁 市場上還有另外一套軟件 也是專門做SAR的 所以它也提供這個 但是我們可以提供這個 新的人手呢 它還可以動 還可以有角度 那我再把手放到我剛剛的model裡面 我再把它整個集合起來 然後把它點對點 疊合起來之後 我就可以跑整個 包含人手的模型 那一樣的設備 然後大概跑2840萬個cell 那花了大概8.5Gb 跑完之後模擬呢 正面的球體 沒有受到影響 可是背面呢 因為你手指頭的距離 會影響它的背面的長型 這個都可以讓你直接去確認 結論就是 5G的天天設計 需要高效率的設備 在毫米波段的模擬需求上 那CST呢 它可以陣列模擬的工作流程 可以很讓你平順的 從小型微型的陣列 到你的大型陣列 AtenaMax 這個模組呢 可以提供你天線跟陣列的合成 用於快速設計 讓你來DL剛萌發的時候 你就可以得到 有一個性能的結果 那對CST而言 整體的系統模擬 對天線的性能來講 是至關重要 那這是我們CST的 裡面的Family 最重要的是 Microwave Studio 它是你剛剛看到 所有跑模擬的主要的核心 那一照以下的是 EM Studio 光學的叫做Particle 然後熱跟機構 是用EM Basics 那Covetial Cable 就是我們的傳輸線 傳輸線理論的 基本上是Covetial Cable 那PCB版的話 就看板端 像剛剛Vincent有提到 如果我們天線跟晶片結合 包含你天線加主方比配 基本上這些都需要看一下 它的EMI EMC的問題 那所以Cable跟PCB 最容易需要解EMI EMC的問題 那你剛剛看到的 不同的 元件之間 我們可以個別的演算法去模擬 所以我們可以用Design Studio 合在一起 去看它整體的系統的 EM模擬結果